来有没有养花绝对是个耐心活啊 看到我爸我妈在给这个小花苗追肥 这么多的话 这边这个齐齐刷刷的一排的话 就已经追完了啊 我爸这个一盆日花囤 然后一筐固体肥 一颗每一颗的话都要给它追肥 这边是我爸 这边是我妈 夫妻双双把肥追 那小孩你咋不干活呢 我跟你一样啊 跟我一样不干活呀 这边啊 工程很厚大啊 包马女士面前看一下她怎么追肥 小苗就直接按压的 转一圈 好这个量就可以了 这个肥一定尽量往上上 表层再盖上一点浮土 所以真正把一颗花其实养成大桌机的啊 又整齐划一的的话 每年换两次土 然后换土的同时的话 还要上肥啊 肥效过了之后还要追一点肥 相当的不容易了啊 但是呢 付出的话就是会有收获的啊 像好多蓝友养花好几年不上肩的 就是因为不换土也不上肥啊 付出的话 你只有花每年都上肩开花是一定的 看君子兰呢 别忘了给小青点的关注啊 持续还是一样会给大家分享更多君子兰的故事 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和信任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